華冠創婦雙十一 優惠到你心坎裡 截圖搶折扣 最低五折 請把優惠折扣通知客服人員或自行點擊結帳 參加活動請跟影片說明欄下方連結或掃Q2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凡正宏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指數今天站回全軍縣 東歐加速黃金交叉了 那代表什麼呢? 是不是周末行情要來了?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第二個就是3376的新日星 前幾天才有人在問海豚 這個3376的新日星有沒有搞頭 那它傳出了極丹大進步 是不是說這個折疊iPay將要發佈輪呢? 我們等一下一起跟大家去做個分享 那一樣 海豚的雙十一的優惠 少你 不是少你 少這個QR扣 折扣就有驚喜 優惠到你的心坎裡 那大家如果想要參加海豚的即時訊息 或者是對手毛鷹還有周報有興趣的 歡迎參加這次的活動 好 那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一樣記得幫海豚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開始了 那今天指數站回全軍縣 我們就直接來看今天的指數的表現吧 那今天的指數呢 量縮 量能只有2190億 就一定會有人問說 在沒量說是後面又沒搞頭了 但是我是覺得說今天的沒量呢 而且政府縮到只有不到100點 只有76點而已 等於說今天是反而進入一個量穩架縮的狀態 所以不管今天收的怎麼樣 都屬於量穩架縮的狀態 重點是什麼 就昨天的低點 這個16572 不要手破 短線都是處在一個強勢多方的狀態 那另外呢 今天當然說 站回半年線是一個好事 不過最重要的其實海豚認為 還是在季線 我們可以看到季線 這個MA60 已經轉為箭頭向上了 那昨天的箭頭就向下 所以等於說 人在昨天有跟大家提到說 接下來指數只要撐住的話 只要比昨天收盤架高的話 應該說不要低於昨天的收盤架 指數就會轉撐吧 等於說接下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 甚至九個交易日左右 季線建商都是處在一個相對的安全期 相對的安全期 所以等於說 再加上 應該說再加上 現在的月線 月線 這個壓力並不是太大 還有十字線的支撐 還有五字線的支撐 還有五字線的支撐 所以短線建商對多方來說 它是處在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方向 比較正面方向 那當然說 今天指數雖然震盪 但是其實中小型表現的狀態 其實並不差 並不差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盤勢看起來 其實並不弱 當然說短線大漲之後 一定會有些個股會出現一些修正 那一樣嘛 那些個股的短線的一些關鍵點 不要跌破 不要跌破就好 那另外就是貴買指數的部分 那為什麼海東認為說 這一波的做夢行情 建商 越來越有影子呢 那主要就是因為貴買 目前短線是強於大盤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多多加速 那這個短線的貴買指數呢 領先大盤去突破前面幾個高點 前面幾個高點之外 今天其實也剛好收上了 9月15號這個高點 這高點是219.4 那我們今天的收盤價位是219.48 雖然說剛好剛好收破219.48 但是其實有時候操作上就是二分法嘛 有跌破就是跌破嘛 沒跌破就是沒跌破嘛 那這裡也是一樣 有站上就是有站上 所以我們就當做他轉強好了 當做他就是已經確定轉強了 所以等於說這邊呢 不只是空頭結構被破壞 甚至有機會在接下來發展成多方結構 所以儘管海蟲還是認為 整個總體經濟的環境有很多的問題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炸 但是目前呢 盤面告訴我們 他是我們應該要做多的 那我們就做多吧 那只是就是像鮑娥說的啦 我們需要謹慎前行 鮑娥他要看更多的數據 來決定要不要升息或降息 那我們就要看更多的K線 來決定我們的部位要怎麼去做調整 如果說真的又破線了 那就趕快降部位 那我說沒問題 那我們就部位就繼續抱著 就等著是不是有好事會發生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電子指數今天小漲0.43% 那金融是小跌的 所以電子還是相對來說比較強勢 那強勢的族群部分呢 AI今天整理來說算是震盪整理 不過呢 2059的窗戶跟3217的優群 表現就比較強勢 那2059的窗戶今天要開法說會啦 所以有點法說會前先卡位的一個味道 但是聽說川湖的法說會好像有點拉插 先不管 先不管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情 還能常常講嗎 法說會前掌 要留意什麼 法說會後可能會怎樣 會短線會利多出境 甚至反應利空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不勝去追了川湖 那很自然大家就知道要去守哪裡嘛 今天低點754就最好不要破了嘛 那海存也說過 海存基本上都會focus在站回全均線的 或是至少站回季線的這些相關的概念股 那川湖其實也不符合海存的一些想法 所以這部分呢 就大家稍微留意啦 但是3217的優群呢 就比較厲害囉 就比較厲害囉 他在前天是站回季線的 那雖然說季線短線下彎 不過他季線扣跌位置基本上算扣平啦 那昨天又進一步的跳空往上 也沒有說收爛線 那今天進一步大量漲停 不過看到大量漲停也是要小心啦 就是要看一下那個分點有沒有隔熱衝的影子 因為有時候行情一熱起來 隔熱衝就全部跑出來 那跑出來真的是 像海存也被隔熱衝弄過幾次 也會覺得他們真的是很激發 因為你也把股票弄上去嘛對不對 大家一起賺啊 不要隔天就套出來嘛 好啦 這大概就這兩隻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基本上優群是比較 要吃這個通用型server的部分 好接下來就是生技類股的合一 那合一呢 鍵上又傳出 那個藥症可能又要過了 這鍵上都是消息在去趨時短線的波動啦 那海存的看法呢 鍵上那個燈啊 就是排液審查 大陸又在那排液審查的燈 一下亮一下不亮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所以呢我個人是場邊看戲啦 因為基本上它的技術面也不是海豚喜歡的樣子嘛 所以如果你有的話 就是逐步的去調整你的防守點 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我們就一起看戲就好了 好再來是這個鑽石投資我們就不看了啦 這個新上市的 在記憶體模組的部分呢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啦 這個一定會有人問啦 比如說像3260的威鋼 因為海豚那時候就有說嘛 就說上面有空間 可是空間不大 那漲漲漲上來之後就摔下來 那現在又在漲 那我也是不知道它上面有多大的空間 因為畢竟 D2模組的漲價的確是有受惠 那我也說過他們比較是有什麼 有供給端的減產導致的漲價 而不是需求端的 需求就是不是供不應求 不是需求大幅的上升導致有供不應求 所以我覺得說他們基本面會有 比較有一些疑慮啦 所以這個部分就比較偏向觀察 那5289的儀頂 它是比較偏向公控類的 那公控類的機體 基本上是比較不會受惠這個報價上漲 所以這部分就值得留意觀察啦 或許搞不好公控類這邊的需求 比消費性還要大也說不定 只是我覺得就一起看一看吧 好那接下來多樓加速比例呢 今天正式的出現短線的黃金交叉 而且這個短線黃金交叉並不是說 這個空樓加速大幅減少 多樓加速沒什麼上漲 這次的多樓加速是有出現明確的一個攻擊的 那接下來就看能不能順利的帶動長線的多樓加速 也進入黃金交叉的機會 因為大家剛有印象啦 前一面這邊 9月的時候 海豚到時候很期待嘛 我說 終於轉線的黃金交叉 有機會去帶動長線的黃金交叉 那時候到時候就怎樣 就有機會 有機會 在百花齊放 結果臨門一腳 然後磐石又轉弱 這很可惜 那希望這一次 第四季的行情 希望真的可以帶起來 希望大家要 建上我們整整悶了4個月吧 7、8、9、10嘛 整整4個月 悶了很久 那我們就希望這個第四季的行情 可以好好的走一段了 海豚可以帶會員好好的來一波 好那接下來就講講談談新日新的部分 那它法說會的摘要 我基本上大概講一下 就是前三季的營收比重 在NB、監視器、3C 這個NIN 我也不知道NIN什麼東西 分別佔比是21%、24%、6%、4% 那大家就主要看到NB跟監視器的比重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說它最大的題材 其他類佔的45% 然後像Apple的這個Mac 還有這個AirPods 就是無限藍牙耳機 竟然都是在這個其他類裡面 我覺得它的分類也蠻有趣的 那這部分呢 建上我們就是 應該說 好我們先看看機構看法了 機構說 部分的集單有延續到第四季 那第四季的營收將轉為年增 那這部分我自己是覺得蠻有趣的啦 因為 塗了位置放錯了 因為去年的第四季的新日新建商 它的機期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 你可以看前幾年 就是第四季的量是往上衝 量是往上衝 量是往上衝 可是去年的第四季 機期是非常低的 所以今年的出貨只要稍微正常一點 建商你要轉為年增 很困難嗎 其實一點都不難 所以我大膽的 大膽的假設 新日新 10月份的營收 年增率應該就會反正 因為它目前年增率 還是小幅的負值 所以呢 回到 回到這個新日新的PPT來看 好這個早一年增 這個應該是必然的結果 公司看好明年的營運展望 預期明年有機會 年增雙位數 這個雙位數大概就十幾% 其實也沒到非常強勁 那另外就是 比較想像題材部分 是在中系的折疊手機 目前進行開發中 開發中就代表還在開發 還在研究 那最快 明年第四季 明年下半年 開始貢獻 這個非華為的中系市場 那其實市場除了關注這個外呢 其實更關注的是 iPad的折疊iPad 就這個 折疊iPad 什麼時候會上 那現在目前市場大概預估 是最快也是明年下半年 所以真的 我們要觀察新星 可能是明年大概就是第二季第三季 看看有沒有什麼一些新品的一些 所謂的曝光的消息 有沒有一些從3C達人搶先曝光 那個設計圖之類的東西 再來看新日星有沒有進一步的機會 因為以目前來看的話 今天的Mac還有LINE耳機 基本上都賣得不太好 都賣得不太好 所以我個人還是認為 新日星比較偏向補漲 因為畢竟人家的 他的兄弟們 就有出華為的摺疊手機的 基本上都已經噴上天了 他們兩個基本上都已經噴上天 而且複製達後天要掛牌 所以3376比較有點像是 本一底過低 相對同意的本一底過低 所以短線有一些買盤 連投信都有進來買 但是我就不建議大家去追價 那你當然是留意一下 你想玩也可以 今天低點不要破 好不好 好那今天分享大概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就準備就是 看這個包我的談話 準備看這個包我的談話 好那今天分享到這邊 大家留意 想成為海盾學員 記得掃QR Code 去領取優惠 好那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字第015號